你怎么在这啊 不是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你谁呀 练子我们在这啊对吧 为什么记得接我电话 这是你自我的手机 快要把它弹给你 手机坏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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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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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的命令 不得唱 不得唱 我用过走 你先参见太子殿下 什么太子 你不会是穿越了 太子爷你比较疼 老天爷有意的呀 让我穿越成了太子 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 太子要休息你们都退下吧 太子太子嗯舒服吗 舒服 但是手把比燕子差点 哈哈哈哈快给老陈倒一杯茶 这老婆是谁啊 什么当 还想和本太子的场 太子说笑了 连当朝丞相纯于悦都不认识了 大大还不放开我老婆 红然丞相才是操天柯 我是太子非是你的主子 能出去有损丞相的生命 太子 老陈给你变个戏 这做何解释 不知道最近为什么 老陈每次见到太子妃的时候 感觉像换了一块 本公不明白丞相的意思 就让太子妃明白明白 太子妃欲模形似太子 最正是她来人 将太子妃拿下 叫人家 叫人家 你是他假如我是太子 自然你是太子 我是臣子 臣 你这个臣子比我这个太子都大呀 太子都没发话 你还敢抓我 太子妃 这个费我 什么时候又提起来 等一下 你来之前啊 我跟菜皮正在排练这段 被你打断了 嗯 你也要看看 哎 这园主也够可怜的 给人当傀儡 自己老婆都要杀的 进去干嘛 进去干嘛 我和金国太子旨意 独孤长明 贪污腐败 罪大恶极 满门朝阵 一定要保佑我 手刃那狗太子 为我们独孤家 报仇学恨 事实实上 再有独孤业 你又我是 谎也 哎呦呦公子可是小琴奴家来了 金儿哥就让奴家好好陪陪你 好 穆姐姐 这狗太子像是换了一个人 我刺杀他被淳于月发现 没想到他竟然为我开脱 你该不会是心软了吧 我们独孤家的血海深仇 难道你都忘了吗 我独孤雁绝不会忘 就是这狗太子下令 杀害我独孤家 独孤一百六十口人 你记得就好 这是木兰轩锻炼的信歌 可千里传书 以后你还是少来这里 免得狗太子怀疑 哎你哥哥最最的 不会是来偷东西了吧 我不是来偷东西的 我是来找人的 哎走开 哎你快放开我 别得了便宜还没关 啊 公姐 这怎么办呀 什么时候什么远 刚一见面 你就让我端子绝脱 哎哎 哎你哥你快起来 我不是跪的 我马上起来 嗯 嗯 我想说我腿软 你们信吗 你不是个剑客 却建起来功务不可 你快起来 我真起来 啊 偷偷偷偷偷偷 小姐他好像是狗 太子我们木兰轩今日怕是难逃一劫了 太子殿下假扮宾客 一致民女和自己冲撞了殿下 殿下要杀药寡就冲着民女来 与自己无关 太子要不用想去学习一瓶 你帮我们来小姐吧 你先帮我 你们谁你们你好 先给我送吧 我还有事 啊 救命啊 太子杯救命啊 来啊 那来救太子杯 我怎么不帮她游泳啊 救我救我呀 你们傻站着干什么 太子会游泳 游戏圈上学水 我的学生鼻子一块走 找一个狗 你装得真像 明明会游泳 会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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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游泳是 鬼太子 不理二狗可是个汗呀 救命啊 你你把腰带给写上来 不会淹死 鬼太子很像 鬼太子 一旦 一旦 一日宣移 死个万岁 开笑走开 孩子 你脑袋把门挤了 这葫芦能救人吗 葫芦要是能救人 我随你处置 夹着葫芦 靠着葫芦的徒弟死了 快点慢点 我要干嘛 燕子 你现在需要人工呼吸 我不需要人工 你真的需要 陈肖等一下 你是不是有些事情忘了 孩子 你翅膀硬了 敢对老陈胡来喝去了 欠债还钱 怨赌不出千斤底 淳于 你不会自己把拉出来的底 狗咬狗 最好狗太子跟陈元闹翻 陈元弄死狗太子 这少事 我都要看看太子怎么样处置老陈 你转过来 屁股在脚下 你胆怯 屁股 让他老陈老陈 你来救你的小贼 分身 太子 你要干什么 陈区落水感染了风寒 感染给你就不好了 来人 给太子妃换一套干净的衣服 她的衣服湿透 你不会以为我要那个吧 残情可不是那个 还怪 还怪 好香 太子可以出去了 臣妾身体不适 要休息了 把药喝了再休息吧 好 娘親你怎麼了 娘親你怎麼了 娘親你怎麼了小妹妹 你娘親這是怎麼了 大哥哥 我娘親是餓的 他已經三天沒吃飯了 老闆來晚住 大姐 你怎麼回事 多謝 快謝謝阿仁啊 大姐趕緊把粥給喝了吧 好謝謝 多謝阿仁 謝謝阿仁 李蘭婷 這城里城外有乞丐數千 人人食不果腹 一不必體 你能救濟的過來嗎 小燕子 我再次發誓 我只要一個月 我要讓京城人人有飯吃 有衣服穿有地方住 李蘭婷 為了這些災民 唐燕就信你一回 姐姐 今天就放過他吧 獨孤燕 狗太子不可信 姐姐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你看看這些災民 每天過的是什麼日子 我願意先放下面門之仇 好不好 不好 木蘭酸哪人與太子無仇 你一人 代表不了全城來本心 李蘭婷 別跑 你幹什麼 你敢玩玩嗎 等一下你還敢玩玩嗎 李蘭婷快走 我來擋住他們 玩了先走 他絕對就先走了 你看眼睛都沒眨著 有故意 你信錯人了 李蘭婷 讓你走就走 回來幹什麼 我李蘭婷是個男人 是男人就不能躲在自己女人身後 今天咱們 也要一起死 不稀罕 說我稀罕 李蘭婷就要來了 說你們我們聽到外音頭看 燕子 請坐 沒有你我怎麼辦 燕子 你 你幹嘛這樣看著我 看著我心理直發處 你肩膀的傷 運已經給你包紮好了 你在白紙巷說過的話 還做書嗎 什麼話 我說過很多話 我都不記得了 你 不过要是美女肯亲我一下的话 兴许我能记下 你果然在骗我 我还这么信任你 只是在拿书签在门的命 在开玩笑 让我瞎了眼 凑信了你 你干嘛 燕子 我错了 我李兰婷在白纸巷 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做说 我现在带你进宫要钱 娘娘 太子现在性情大变 变得不好掌控 我怕他后边会假空 孤皇啊 儿臣要进城武器呀 你给儿臣拨个十万八万两银子行不行 孤皇 你说句话呀 太子 皇上现在神有九天 是听不到凡间的声音的 要钱请找此 陈生 给句转话 十万两有没有 太子镇进乞丐是大功德 可是国库也没钱呢 没钱 你忽悠谁呢你 这么大的国家没钱 来啊 账本搬过来让太子看一下 别给我看这些 别给我看这些 太子照照照本来看国库确实连年亏空 亏的连个字都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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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向 帮帮忙吗 两万两万 哎哎老陈可没钱 老陈的俸禄微薄身上的衣服都是十三年就三年风风不不又三年呀 陈向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不会痛吗 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吗 你家的茅厕 可是贫民百姓家的十倍 你吃一顿饭的钱就是贫民百姓十年的收入 哎哎哎哎哎 你可别毁谤我啊 太子 我身上最值钱的就是这个金步窑了 叶子 你自己留着吧 李莲婷 你可不能放弃啊 金城数千灾民还等着你镇计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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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整个人都不好 我就不该不听穆姐姐的话 错信了狗太子 白白错失了一个刺杀她的好机会 主 每次都是这样狗太子太讨厌了 每次都是这样狗太子真的是太幸福了 那干啥 到了你就知道 好 好一个淳于 亏为丞相 辅助人却草菅人命 今天让我遇上 这不能见死不就 还是那个 我 怎么会是这样 你胆子不小啊 竟然敢欧打成相家奴 小羊怎么长得真实 咱兄弟先跪上 咱们来的沐浪全都好啊 咱 我是 我们是 开药肉馆的 两位兄弟 进一步说话 宝贝 在这等我啊 嗯 听说丞相吃羊排场很大呀 这只吃羊上的 其他的全部丢掉 这也太暴殿天物了 这么好的羊肉 就让它这么臭了 还真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 我们羊肉馆呢 愿意收掉这些羊 这我们也跟我们收啊 这我们让丞相知道了 这打断我们的土不可 是啊 但是就算是附近的百姓来捡羊肉 也会被浪贯打死 对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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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虹兄弟 这钱一定是你们钓的吧 嗯 啊 我们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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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吃饱一顿 还是想顿顿吃饱 有新衣服穿 有遮风挡雨的地方 不仅你们这样 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子孙后代都这样 衣食无忧 他果然没有骗我 他是想用这些羊肉 才帮助大家 答案是肯定的 答案是后者更划算 所以这羊肉 你们暂时还不能吃 本太子还有大友 别给我们讲这些大道理 这些当官的呀 说到我们耳朵都去讲字了 我们就像做一个包子鬼 你们干什么 难道你们想一辈子当乞丐吗 瘦人白眼 吃了上顿没下顿 连自己生的孩子 都是别人眼里的贱种 我李兰婷 贵为太子 完全可以在太子府吃香的喝辣的 不管你们死活 可你们不争气 想吃掉自己的虚妄 小姐 这狗太子好帅气啊 你们要是不识好歹 烂狗肉扶不上墙 那我不介意废了你们 反正都是废物了 再废下去也没什么区别 大家都别听他的 狗太子一向荒唐 这次呀 指不定有什么损着害我们 就是啊 小姐我们去观望他吧 刺激觉得他没有骗我们 是不是个骗子我不知道 大家绝对是个傻子 要靠一个人的力量 改变这个世界 坏起这些麻烦不仁的人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小姐 一个傻子 如果遇上另一个傻子 我还是会出手 我就知道小姐会出手 小姐YYDS 是 是 小姐 哈喽美女 从今天开始 本太子的太子烧烤就正式营业 请大家记住这一天 这将是改变你们命运的一天 听动掌声 小哥 这一生意怎么样 别急了 咱们的羊肉串 才三文钱一串 没人敢买 便宜也有错吗 你们古人也太矫情了吧 你说 百鸡米才三百元 最贵的时候不过六百元 一斤羊肉 四五百元 寻常人根本吃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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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贵的时候不过六百元 三文钱一串的羊肉 狗太子这次是玩错了 三百元一串 三百元 三百元 现在我能不能吃 三百元 李兰婷就需要破罐子破摔了呀 李兰婷 三百元也太贵了吧 我们还有五百多斤羊肉 要是卖不掉全臭了 还不让大家吃了 别急 还不是食物 他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们干什么 我姑娘 你先行好 这下羊肉都要臭了 别跟他废话 你才就是就你那一死 我们要吃这羊肉 就给我再说 开号倒退号 自己 快去找你来临 就说三名的拉不住 快去好 开号倒退号 快去找你来临 开号倒退号 不好了不好了 是大事了 鸡干们开始草羊肉吃了 快去找你来临 快去找你来临 兰婷我就知道你不行 兰婷我们走 兰婷 小子太厚 兰婷抱着牧姐姐很舒服是吧 还不快把牧姐姐放开 鞭子 抓住 这就是男人的本能 谢谢你个鬼 各位肉包子香不香 香不香每天都吃肉包子 香 那就管好你们的嘴 别动本太子的羊肉 跟着本太子看 保证你们每天都有肉包子吃 太子烧烤银中秋 太子烧烤银中秋 现推出 转发朋友圈 太子烧烤 集散活动 集齐五十个赞 或者邀请三位好友 来本烧烤消费 即可免费领取太子蜜制羊肉 烤串一串 太子 这个朋友圈 是什么呀 集散又是怎么回事 朋友圈就是某姓声 算了 你这也没有某 这样说吧 朋友圈就是你们周围的亲戚朋友 街坊邻居所有能说上话产生联系的人 这样说 你们应该明白吧 啊 集散活动呢就是 燕子 我现在是你普鲁兄的好友了 刚刚给你点了的赞 这样的外面学道 我不信 就是他 前天 我在这里买了三串羊肉串 我完了爷 我就是个大工的 要找找我们老板去 好 就找你们老板 你们老板是哪呗 盖子烧烤 盖子烧烤 回去吧 李兰婷 我总觉得这个烧烤会出问题 果然不出我所要 这次我帮不了你 公道在哪边 我沐西兰就在哪边 我这小姐那边 女人啊果然还是靠不住啊 真是这样 我怎么穿越来还是这样 你就是太子烧烤的老板 说我怎么了 本店烧烤已经售出 若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请当天联系客户 客户 就我自己 超过十二十身 本店一概不负责 你是前天购买的吧 已经超过了十二十身 所以本客户 不运收 这是我朋友圈 挤着一百个赞 这些都是我邀请来的好友 老板啊 你会不会是想累症啊 淘气 哎呀你怎么早说呢 燕子 快给各位客人拿羊肉串 美人还多送一串 好嘞来了 穆姐姐 穆姐姐出事了 陈香府那是查布了我们穆兰轩 姐妹们现在被给到大街上了 陈香大人 你关了我穆兰轩 叫我们这些若女子去何处 穆兰轩欠官府一年的税收 什么时候把税收补齐了 再重新开业 陈香 穆姑娘的穆兰轩欠官府多少钱 太子别伤道 我感觉全越是有意味着 变子不当成 沐兰轩欠官府 慢点 想必太子已经把卖烧烤的钱 全部都给栽民了吧 身上一文钱都没有了吧 哈哈哈哈 燕子 拿笔来 没印泥啊 燕子 可惜还是不够 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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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都有 一个月五万两连本代息都给你 太子 一个月之后要是拿不出钱来 你可羞怪老神不客气了 走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我狗哥犯不了的事 欢迎光临 哎 姑娘长得不错 哎呀 一看大哥就正经人 咱们这也是正经的店 正经人正经店 不干多正经的事 来 这边请 让沐兰轩的头牌吃咱姑娘推了 给爷唱个曲 尊敬的贵宾您好 我们沐兰轩现在改成了KTV模式 以后啊 客人想听哪曲就点哪曲 自己点 我自己花钱 自己唱曲 我长得那么像圆大头吗 太子怎么办呀 太 太子 小的参见太子 别 大哥 大哥你做 大哥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太子 今天您就是这木兰轩的太子 新兰给大哥免赞 让大哥体验一把卖发的快快 这些水果都是免费的 那你就体验一把 请 明月几十涌 八九万青天 不知天上公寺 尽心是很美 啊 太子的想法很美好啊 这现实很独感 没续 走 是不是这里 就是这里 自己花钱 自己唱曲 可以长大作为身上 各位既然不想当冤大头 大可以不来 就是我们已经免单了 还送了个果盘 这是本大爷买单 让你们体验一下当冤大头的感觉 床主角 我慢走 煩死了 不行 我回去啊 得想个其他的办法 好了 别愁眉苦脸的了 一不做二不休 派你的人砸了木兰轩就是了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我 他们就等着我犯错了 不能砸 这儿不行的 这儿不行的 真是没用的男人 男人 如果没有男人去木兰轩 那就等于先桌了 站住 给他记上 这个是陈侍郎家的二公子 某年某月某日 陈侍郎家二公子 沉迷沟兰之地 记上一过 太子 木兰轩不记男人 一个月之后 我看他用什么还钱 给我钉死这里 陈侍郎 陈侍郎 你给我滚出来 我有句妈卖 批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太子 难道咱们这是要认输啊 变子 你老公的负面 就没有认输两次 嗯 辣眼睛 实在太辣眼睛了 太子 这是要做鸭 某年某夜某日 太子被丞相逼迫当鸭 呼呼哀哉 什么时候开始呀 你们几个小马蜀 好坏哦 但我喜欢 别急嘛 一个一个来 我 我 哇 太好听了 哇 什么鬼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姐姐们一定被我这段张脸吓坏了吧 现在 见证其敌的时刻就要到了 这个呢 就是太子秘制的面膜 有美白保湿补水清油的功效 还可以延缓衰老 让姐姐们年轻十岁 做女人嘛 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扫老鼠 直接开价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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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钱 这原价呢 是二十两银子 一共九片 现在在我直播间 只要九九九文 还赠送 一包 两包 三包 四包 五包 你送五包 王后娘娘东西送到了 这么好的东西 才知道进贡给本宫啊 宫里的宫里都有 就我没有 本宫是不要面子的吗 你说 我不是我小气不愿意送给你 你可知道这面膜是何人之手 不会是李兰亭吧 是 这个李兰亭 用一张面膜就打败了我们 不甘心啊 真不甘心 那就请娘娘下一道物质 禁止买卖面膜 呦 声音不错吧 陈玥 你几个意思 传皇后一旨 荆察 太子李兰亭 太子妃唐嫣 勾结木兰仙 木兴兰一柱 制造面膜 毒害我国女子 齐心可诛 然 本宫仁慈 只禁止买卖面膜 饶恕太子一党罪行 扎心了吧老铁 陈笑和娘娘真的是拒绝子 为了对付我 连一纸都用法 真的是看得起我 太子你会不会让我们外面膜 我们自己 用十年也用不完啊 太子 你是为了我们木兰轩 才写下的戒举 我们虽是弱女子 但也不能让你受着 太子 大不了 我们就卖身 一定不能让太子遭罪 是啊 大不了我们就卖身 丞相大人 你一向自诩爱名如此 勾来女子也是你之下的百姓 这次不如就高抬贵手 放过他们吧 谁让太子你强出头 老陈这杆枪 装打出头 淳月 你这么奇的女人 你妈知道吗 就不怕糟雷匹吗 燕嫂 我们还没有发BQ呢 没必要跟这老子白费口罩 嗨 容老陈提醒你 距离一个月的期限 还有十天 赏点心吧 哈哈 走 啊 跟我狗哥耍花样 是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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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相大人 赶尽杀菌 我们一叫弱女子 实在是没有办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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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说我让免费送吧 免费送 丽兰田 三只只赔本赚要好吗 十天后拿什么来还钱啊 你这一天想一出是一出 烟花十文 爱心五十文 钻剑五百文 飞机一两 火箭十两 有请一百两 高皇后和纯月欺人太甚 这么好的面膜还不让卖 我资助穆姑娘十两银子 哎 感谢宝衣姐姐林太太打赏的一发超级火箭 感谢林太太爱你哦 你才应该做的 一不小心我就成绑衣了呢 林太太打赏你就比不够我 你更想拿绑衣没门我王多瑜出一百两 感谢送来的有挺意料 爱你 林太太好了这一天的直播打赏一共是三千八百两 十天解决木兰轩文机应该不难 燕子格局要打开 本太子要的不单单只是钱 而是网友的舆论支持 啊 什么网友 什么舆论支持 我爹爹是清官 我没钱打赏 但是我也想出一份力 我让我爹爹给陈下施加压力 让他给面膜解击 还请皇后娘娘收回一旨 允许木兰仙卖面膜 不然老臣那口子 这老臣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 老臣这小心脏可受不了啊 是啊皇后娘娘 微臣那几方七七啊 为了此事已经把微臣赶入了树王 尽全你所说 此次不过是丞相和太子一起之争 已经引起了百姓极度的不满 有损丞相大乱的未免 还请皇后收回成命 我乃皇后 金口欲言 岂能说收回就收回 你们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还请皇后娘娘收回成命 你们搞大的膽子 当着皇上的命 威宾皇后娘娘 如果皇后娘娘不同意呢 那臣等就常规不起 直到皇后娘娘答应为此 李兰廷欺人太上 你们也欺人太上 皇嫂 你就收回成命吧 你皇爷太将 荒唐过荒唐 可是他手里掌握着警局 就这么放过太子了 找个理由 把李无忧吊出警察武 送信太子 想怎么撤他 想怎么扎他 皇嫂慢走啊 皇嫂慢走啊 结局呢 各位可给本太子做见证 这五万两已经连本带息还给了官府 太子放心 我们都是人证 嗯 陈相大人 这么多只眼睛看着呢 本太子奉劝陈相一句 莫伸手 伸手必顾 这些银两一定要分文不少的角落国库 太子 好自为之 诶 陈相慢走 真晦气 忙活了一个月 一文钱都不能拿 他是不是在骂我 他是不是在骂我 孩子 这借句可否留给新兰做纪念 嗯 啊 这破纸 拿去 啊 我 没有 我不是 你们都别误会啊 小木木 快走 我带你去看我的大宝贝 啊 李兰婷 你弄疼我了 你快放手 大家都看着呢 唉 太子飘了 保暖思淫欲 古人成不起我 这个李兰婷 让这八王爷给他撑腰尾巴都快翘天上去了 根本不把本公放在眼里啊 这个狗太子啊 他天生就是个煤球 黑得很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您跟他置气 不值得 本公咽不下这口气 本公要把太子的脑袋取下来 给我们家旺财当玩具玩 你说呀 狗太子肯定是要死的 但是我们得好好找个由头 王爷可不是吃素的呀 李无忧就是个废物王爷 你怕他怎的 罢不了咱们就谋反 小兵隔墙有耳啊 此事现在还不成熟 需要从长景说到造反 予以明早死 先让狗太子造反 面膜解禁 太子裁员广进正春风得意 这皇位措手可得 这个时候造反 那脑子进水了不成 太子造不造反 不是因为他说的嘴 还是有我们说的嘴 对啊 到时候谋反这个帽子一扣 咱们就把他就地正法 他就一臭万元了 那是安久的正法 各位父老乡亲 愿意回老家的暗户美人 多领十两银子 愿意留在这里的也可以 这里会改成一个慈善院 受养灾民和孤儿 慈祭院的一切费用 将由木兰宣承担 赖武 太子可是帮了你们 你可不要人交仇报 太子 一切人人都骂你是狗太子 可没有你 我们这些人就不能活命 你对我们好 你对我们坏 我们心中自有一个人成 我赖武 愿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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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你哭了 没有 只是风大 眼睛沙子 我李兰奇今天高兴 这段时间 大家辛苦了 我请大家喝酒 咱们不醉不归 要是能一直这样该多好 你只会咱们要帮你 就会不愿意 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帮我道 但是梵子 就会有一个 你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帮你帮我帮我命 沐姐姐 那个 他喝醉了 我们也喝醉了 其实什么都没发生 对对对 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思琪 别装睡了 赶紧走 小姐 沐姐姐 再停一会儿吧 下次见面 你们可就是敌人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现在就是我离开的最好时候 天子 你也一样啊 走吧 传皇后口谕 宣太子进监 太子太子飞 走 燕子快吃啊 这太子福的可没功利的好吃 便宜不占王八蛋 皇后娘娘 太子 你真是越来越不懂礼数了 见到本宫也不建理 简直不把本宫放在眼里呀 太子殿下现在可是春风得意 让京城无盖 百姓称坏 还有人给他建立了生词 日日焚香祷告 李兰婷 你可知罪 母后 兰婷就想吃几块点心 你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过人 这有妈的孩子是快饱 这有后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孩子要住嘴 你还住嘴 我是君 你是臣 你敢让我住嘴 唉 这皇上还没死呢 你竟然敢借证灾民收买人心 人人知你李兰婷无人知皇上 怎么 你想谋反 来人啊 把太子给我拿下 李兰婷 你可知罪 吹老贼 你多损啊 用这不开甲就来栽赃陷害 说我招逼买马 要赌皇位 春月 我劝你善良 江南水灾 逃到京城的灾民有数千 太子找你出钱 你说没有 是太子他凭一己之力 筹集钱款 将灾民妥善安置 这样的人 你说他谋反 你是眼瞎了 还是心一瞎了 链子 律家之罪何患过 跟着老贼白费口舌什么 陈相 本宫今天就要看到 这两个贱人人头落地 来人 灯一枪 怎么了 我怕疼 我们直接跳过这一环节 我直接签字画鸭怎么样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说 放太子飞远走高飞 我李兰婷任你们处置 千刀万剐 我也不皱一下眉头 好 我答应你 李兰婷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师父 我的女人我来宠 有我李兰婷在 拿笔来 陈相 太子李兰婷 太子妃蓄意谋逆 来到皇后寝宫 要刺杀本宫 当旧地 北沙 皇后娘娘 所言极是 老臣就是人证 来人 把他们给我留个权势 你俩坏得很啊 真的是一点也不讲武德 李兰婷 既然今天要死在一起 我有些话 对你坎杂 不起 我们回家再老 我赌我们今天 死不了 八号行业到 皇嫂 太子也在啊 这么热闹啊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太子和太子妃蓄意谋逆 李兰婷已经签字化压了 太子啊 是这么回事吗 吹老贼 你看我签的是啥呀 我好 我好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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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你 培养的足疗小闷 您这是觉得疼啊 是因为通则不疼 疼则不通 以后经络通了 就不疼了 还这么有学问啊 讲究 燕子 请 这黄朵垃圾的 想尿的 这是何物啊 这是折最近新研发的卷 叫瓷卷 帮皇叔尝尝鲜 提一提宝贵意见 帮王爷 味道怎么样 不咋地吧 小猫尿一样 太子啊 这个竹梁小闷 把我俯伤 然后还有啊 这个皮 随便来上几摊 哈哈哈哈 太子 救救我们家小姐 救救她吧 太子 救救我们家小姐 救救她吧 我不是 你这是怎么了 燕子 快把思琪扶起来 思琪 穆姐姐呢 是不是穆姐姐做什么事了 小姐和我离开后 就一直觉得有人在跟踪我们 什么人 小姐 黑衣人 自己先走 我拦住他们 我回庙里去找你们 他们说 你们进了宫 太子 你可一定要把小姐找回来 好 有狼了 来啊 哦 太子 太子妃 你们一定想到 孟姑娘 关着天牢里 是 朱春月 包黄叔 有牢去天牢打点一下 我要见穆西兰 穆西兰 只要你按我教的去说 就说 这穆兰轩是太子暗中培育的事 我就能让你面受纰漏之苦 新鱼老子 你做个人吧 哦 你再 放开你的手 我新来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再来的 到时候把你的衣服拔光 把你扔到大街上 让所有男人玩弄 我看你能硬着几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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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老贼 我是不会帮你污蔑太子 陈宇老贼 啊 我 就不得了 这没想到 还能在这儿见她呢 我不欣蓝怎么也没想到 我最恨的一个人却成了我的男人 欣蓝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太子不要为我冒险 你是斗不过蠢于月的 你是我的女人 我要为了救自己的女人 我斗不过要斗 我要在你身上留个印记 让你这辈子都记得我沐昕兰 你到太子府再看 有人来了你快走 我来跑 我来没帮助你 我来看你 我来看你的男人 可你听你 ofp 我来看你 他年轻松了 你没刚才 成功的 或许多 那温暖 你 烧 臭男人 你是一个傻子 我也是一个傻子 两个傻子能遇在一起 真好 可我们毕竟是敌人 不能长相厮守 这样的结局 也挺好的 我沐新兰 命未玉碎 无畏瓦全 我是不会让淳于老贼得逞的 新兰绝敏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仙丹大成 上 太子 太子妃 皇上他再不见客 两位主子还是庆贵吧 你个老烟祸 太子和皇上父子相见 是人伦之情 你也给横家阻拦 参误了太子的大事 你能承担得起吗 求求你救救阿诚的女人 父皇 要是让皇后年年知道了 太子妃 你能承担得起吗 那我大要问公公了 公公是皇上的人 还是皇后的人 是替皇上尽忠 还是替皇后把风 龙玉多贼 龙玉开始 你怎么说句话呀 父皇 赏 我的好父皇呀 这仙丹救不了新兰 父皇 请你让淳于院下次放心了 太子 不要打扬皇上修仙啊 请吧 这次怕太子是要失望而回了吧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木兰轩逆贼木兴兰 明日将游街示众 到时候 我会把她的衣服把一丝火 想起那个情景 成功了 你们的兴奋 越是这个时候 太子越需要冷静 不要冲动 让皇后和陈月抓住你的把笔 天哪 没想起兴兰心里所说的话 我就心无斗割 我冷静不下来 太子 木姐姐需要你救 冷静不下来 也要冷静 你把自己搭进去 那样就谁也救不了了 陈月 你不就是想让我求你吗 然后乖乖地受你们控制 做你们的傀儡太子是吗 那太子 会不会求我呢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这是木兴兰的命 陈月 只要我不管她的死活 你不就拿捏不了我的吗 太子 我希望你冷静 不是让你冷血 木姐姐把身子都给了你 竟然竟然竟然死不救 他死了 我不是还有你 蓝蓝蓝 你别碰我 你真的好恶心 木姐姐 我劝说不了狗太子 他不想救你 他不来救我是对的 我也不希望他来救我 到现在 你还替他说话 狗太子不知道你这样 骗子 别再说这些放弃话了 来 给姐姐喝一个 今天 是姐姐最后一天 你们不醉 不会 不 明天 我会带着木兰宣的人去救你 别傻了 淳于老贼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 木姐姐 是燕子 不行 救不了木姐姐 好了好了不说傻话 我们喝酒 我看不见了吗 是你 而是要用了吗 是你 尸ly 自己要 Pan 你 有什么事 儿子 这是我 看不见了吗 是你 我 我姐姐呢 我姐姐呢 你姐姐 這就是我反正的你反正這樣 是我都沒給你了 我姐姐你想想你 不是騙子 開門傳武咒 太子妃你不給老淳一個解釋嗎 回丞相的話 今在下檢查發現 太子妃攜帶的韭菜當中並沒有毒藥 所以太子妃並非是兇手 淳于你不要欺負做他 你明明是你用的神秘要反害死陸姐姐 你還我陸姐姐的命來 你好好想想 如果是我殺了木星來 我拿什麼讓太子低頭 你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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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我逼的手法舒服嗎 嗯 舒服 你是我教過足療小妹種 天字最好的 太子的嘴巴好甜 怪不得那麼多女人喜歡你 小姐姐 我要在你這裡買一塊地 太子說笑了 我要是有地 就不會給小姐當丫鬟了 你有 我要買你的死心塌地 哎呀 羞死了 太子你胡說什麼呢 這叫土兒情話 這叫土兒情話 小姐姐要是還聽懂 我還有一堆 狗太子 去你的土兒情話 李蘭婷 你換我木家姐的命來 還有你 四起 這個人 害死了你家小姐 還跟她眉來眼去勾三大四 不知廉恥 我信錯了你們 李蘭婷 你告訴我 不是你做的 讓我把心放假 燕子 那可能要讓你失望了 能讓木星蘭無聲無息的消失 只有我 李蘭婷能做的 為什麼 告訴我為什麼 不 我不信你 在我心中 你不是一種無情的人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只能保存在瓶裡 遇到空氣就會自然 我就是這樣 把它倒在了木星蘭的身上 哎 著火了 來人啊 救火啊 李蘭婷 我不會再心軟了 這就送你下去見木姐姐 是你欠木姐姐的 你聽我解釋 木姐姐 怎麼是你 我親眼看給你化成灰燼的 太子妃 你認錯人了 奴婢叫小翠 是太子府新來的總管 太子妃 你認錯人了 奴婢叫小翠 是太子府新來的總管 小翠 給太子妃來杯啤酒 壓壓金 是 所以 天老裡那個木姐姐 是假的 你 你在 太子妃 你誤會太子了 太子收買了玉卒 來了個偷糧換柱 用人偶把小姐給換下來了 騙子 她說的是真的 我們也是才知道真相 你別聽她說 我要她自己說 你來聽 木姐姐說的 是不是真的 啊 當然是真的 純玉焰之老賊老街巨華的 你要是提前知道了 被她看出什麼端倪 怎麼救新來 啊 嗯 啊 南丁你要幹嘛 我的草原 我的馬 我想砸耍就砸耍 龍針虎豆 彼岸花 提醒你 提醒你的 小腳呀 小腳呀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你還生不生氣 啊 你 還生不生氣啊 啊我不生氣了 太子饒了我吧 可是我生氣了 後果 太子饒了我 他很嚴重 木姐姐姐姐 快救救我 太可沒有什麼木姐姐 太子太子妃 我就先走了 我在廚房蒸了湯 嗯 去吧 繼續 太子快拉,我暗示他们了 既然你们见了不久,就让太子来一路钉针 都给我老实了,是我先过门的 我是大的,就得给你们这位小的做规矩 确实了,我也想 都是我想爱的人 暗停,我快按不住他们了 快拉 这啥也不敢说,啥也不敢问 太子玩的地方,连小洋玩都是吓死我 崇义丞相和几位大臣,在御厨房等候太子殿下 一起去吃 八卧叔 上次送到你家的足疗小妹,要是不满意 我再给你免费培训培训 满意,我是相当的满意 不过呢,其他大臣,我也是不敢 四万岁 谁说我这个便宜分之 他精密 他这是在蝶末里 让我跟这些大臣好好关系 皇上,坚博太子 金岁周边发生防灾 庄奖,牛羊,甚至是银行 贱什么吃什么 如今,数万百姓已陷入饥荒之中 皇上,可惜如今国库亏空 朝廷已经拿不出粮食,政绩灾民 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想象 父皇的意思是 将这些仙丹赐给灾民 是吧 儿臣临着 啊,如今皇上修仙 太子有监国之权 监国之荒淫无道 皇神震怒,降下荒哉 请太子下罪己诏 祭拜皇神,以平息荒哉 请太子下罪己诏 下罪己诏 下罪己诏 是什么意思啊 听者不像是什么好话 最己诏 就是当权者 向天下人 检讨自己的过失 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就写检讨啊 那我在 我上学的时候老写 纯悦是想借皇宅做文章 让太子你下罪己诏 以此来打击你在百姓 和朝廷中的威信 陈玉燕 你给老子听好吧 我家不给什么皇神做什么检讨 他不过就是一个食材 谁给他的脸做皇神啊 老子把他烤了 嘎嘣脆 鸡肉味 味道还比牛肉好十倍 简直就是党大妄为 冲撞皇神 养顾百姓的死活 这样的太子 该被废 太子 要么你乖乖地下罪己诏 这就是第三条路 如果治理不好防灾 我李兰婷砍下脑袋给各位助兴 以此血书为证 李兰婷 你刚才好霸气啊 那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 他怎么没发现啊 他震不震气凌然的一面 李兰婷 坐一下呦 有地儿表呦 李兰婷 你这句叫帅不会三秒 咱们这个太子不敬天地不信神灵 肆意妄为 扰乱超纲 我看他的太子之位啊 是要做到头了 是啊 各位大人好 我是太子副总管小翠 今天晚上我们家太子设宴 请各位大人赏脸 酒足饭饱 各位大人放松放松 使不得 我等都是养读师书 可不是随便的人啊 就怕你们随便起来不是人 对了 也太可張了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丰富微cher 几位大人 我府上的烧烤可算满意 甚至能不能满意 我家里面放了一些蝗虫 几位可都没少吃 我看现在也没啥事 太子 我要你们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宣传蝗神是假的 而蝗虫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前太子宿罪 成等死单从命的 死单从命 太子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我知道抢扭的瓜不甜 这几个老冬瓜更不甜 就算不甜的话 我要抢扭一下 不然就没机会了 你们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你们吃过了蝗虫 就相当于亵渎了蝗神 我们现在可都是拴在一条尘上的蚂蚱 我发不掉 你们就个都发不掉 太子 我的就是死不承认 你过天哪 我们也没办法 你老几位的脸皮可真厚啊 如果脸皮不这么厚 当不了这么大的包 太子真的不行 不要来点武的 我们太子府都是以礼夫人 小翠子把本太子的礼拿出来 小翠 这画的是 这幅画是忠臣十黄图 这幅画是忠臣十黄图 好一个忠臣十黄图 要呆 李兰婷 你这个瓜虽然不甜 但扭得实在是好 顺眼灾民是有指望了 放着立国立民的忠臣不做 放着流史清明的机会不要 就愿意做一个吃白饭的佣官 只要我什么不做 我就不会犯错 你们几个真像个娘们 这位大人 难道你们看不到 在明河瓢遍野 七里子散 照样歌舞生平 大鱼大肉 你们不但眼瞎了 心也瞎了 太子 太子妃 老夫睡不知什么忠臣 让我天下黎民做点事 什么黄图 去他老老的 老夫 我去去了 你跑 我心伤了 小队子 快给户部上书 再画一副忠臣十黄图 李兰婷 这张广告代言 可行吗 我觉得有点悬啊 我曾经说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只要百姓中还有人有热血 这招准能成 各位 黄虫过处 灾民好好逮捕 吃土的 吃人的 到处都是 这位忠臣十黄图的林大人 不怕黄神降罪 把黄虫当成食粮 就是给大家指了一条名路啊 不顾百姓死活 这黄神算神不神 林大人是大忠臣 林大人才是我们真正的神 好了 对啊 对 吃了我们吃了黄虫 参加我灾民用军 林大人果然是忠臣十黄图上的林大人 林大人功德无量 请受小声一拜 你快快免礼 其实老夫什么也没做 这都是太子的功劳 快快起来吧 谢谢太子 太子妃 太子 知道错了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也想上那个忠臣十黄图 对对对 两位当人 只要在我们的太子烧烤店 办理至尊会员卡 一损五百两就可以上一次广告代言 你想想要广告代言 那我也是广告代言的 就是上我们的 東城石黄图 太子 烧烤蝗虫一项 收入白银十万两 霸凌至尊会员卡一项 收入二十万两 另有当地夫妇 募捐三十万两 共计六十万两 未成已经向全国各地采购粮食 已经全数二人电量 发放到这一名手里 此项花费了五十万两 还剩余十万两 是冲入国库呢还是 林大人 麻烦帮忙统计一下 如果有灾民或者是平民 想要去学做烧烤的 就从这家募费十万两中领取 让他们去购买店铺和装潢 本太子还会免费提供技术 包交包汇 太子果然志向高远 这是让太子烧烤 开滨大江南北啊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废物太子吗 仅凭一张破图 就能反败为胜 最挤肇非但没下 还多了一批忠诚 再这样下去 这个太子就要在我们头上拉屎了 律叔啊 您生气 我一定不会让他 撥得到舒服的 哎呦 老鼠 老鼠 大家快来看啊 老鼠 哎 孩子 有老鼠 孟比小时候被老鼠咬过 看见老鼠就害怕 小姐也不怕啊 给我再给我再 大家快来看啊 我在太子店下 烧烤里面这个烤鸭脖 吃出来一个老鼠头的 这位大哥小点说 事情没弄清楚之前 别弄得人尽皆知 我们太子烧烤 一向很注重卫生 这个老鼠头 来得很是蹊跷 如果大哥信任我 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查明真相 给大哥一个满意的答复 哎呦 你你你你你你推我 快点看啊 这太子被他打人了 我没有 你好大的胆子 这么多双眼睛看 你竟敢碰瓷 我们没有看见 你要是没推他 还能自己躺地上 太子 我真的没推他 他应该为什么不信我 没事 燕子 有我李兰婷在 谁也不敢欺负你 小老弟啊 他有没有推你 你不知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敢讹我 你妈妈从小没教你 做人要诚实吗 什么 太子你说什么 你说让我闭嘴 要不然就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哎呀 算了算了 这个胳膊呀 拧不过大腿我自认倒霉 这我就不追究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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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太子 别乱我 灭了这个胖子 冲动是魔鬼啊 就因为吃鸭脖吃出老鼠头 就要灭了人家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走走走 我们以后再也不来吃鸭烧烤了哎 你们别走呀 大人 阁下的事已经办好 不知答应我的酬劳 我就看你小子鬼鬼祟祟不像什么好人 还敢到我们太子烧烤来碰瓷 笨你半天了 那 那是我了这个吗 没说了 看作你污蔑我们太子烧烤的精神损失贩 烤山蹲下 松手抱他 快点 一会儿收拾你 淳于老贼果然是你 大胆 我乃朝廷丞相 难道你们要在这里殴打朝廷一品大员吗 小翠 小翠 上菜 来嘞 孩子 陈天不明白 冥冥老贼跟老鼠都这么恶心 为什么要拿他们来做营销 相信我 这叫反向营销 反向营销 各位今天有口服了 这是本店新推出的产品 陈相 鼠头压薄 采用蜜质配方料汁 口味有 无辣 微辣 变态辣 超级辣等六种口味 陈相吃了都说 香 安家 这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陈相 想用老鼠头来抹黑太子 没想到被太子用一个反向营销给破了 这岂止是破了 这简直就是日进斗金啊 我们以前的废物太子这是要变成一条真龙了 两位大人不要再手术两端了 太子和陈相我们该选一个了 本朝陈相纯月代言 每串只需十文钱 前十名购买者还免费做送一瓶啤酒 十文钱 你们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但是可以当一回当朝成像 可这吃了鼠头得了瘟疫怎么办啊 啊好恶心 他居然是老鼠头 老鼠头 这个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吧 这个鼠头呢是鱼肉雕刻而成的 既有鱼肉的鲜美又有压缚的嚼劲 那给我来一串 我也来一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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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人 哎 见过丞相的 你们是选我纯玉月呢 还是选狗太子 是 林大人 什么鼠头鸭脖 什么反向冰霄 都不过是雕虫小鸡 这么快 就让你 不不期待的选太子了 睁大你的狗眼看看 看本乡夜市除何破产的返乡营销 让他买一块子 老板天气太热 他外出一口 老板 手紧白呀 我你买的车 思琪小姐 让你 受惊 思琪小姐 让你 受惊 太子刚刚好霸气 让思琪好有安全感 差不多得了 他倒起来没完了 赶紧想个办法 把这两个温婶请走吧 林兰婷 我去找沐澜轩的人 把这两个人赶走 没用 他们是成一老鸡的人 赶走了一堆又会来一双 而且他们已经坐在这里了 我们开门做生意的 哪有赶走顾客的道理 狗太子 你不行了吧 狗屁的反向名小 怕大事一勺 我就是要把你搞臭 林大人 这下知道怎么选了吧 两个人都来了一个月了 一个人得想个办法 就让我们这买卖 可黄了 这受黄灾的百姓 需要钱买种子 耕牛 最既然的房子 又漏了雨要翻修 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这存余月也太坏了 怎么老跟我们太子作对 有些人老而为贼 已经不太称之为人了 太子妃啊 背后说人可不好啊 我也不想这样啊 可是太子很倔 不肯跟老臣低头 老臣也没办法呀 承玉 你是丞相啊 救助百姓本来就是你的活 现在太子替你做了 你不仅不感激我 你还在这边使绊子 我要是你啊 别捂着个步来见我 直接敲进粪桶里面淹死饭 就是 口舌之力是小孩子才干的事情 我不跟你招 只要你给老臣低个头 我立马让这两个人 把分水调走 不必了 谢谢成余丞相送的 太子这也没发烧啊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 太子妃 太子心情不好 你就游着他吧 他这样还能好受点 你去为难他了 不不不不不 本太子心情好疼 只不过现在想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 但淳于丞相却又愤痛逼我跳出树枝剧 曾奇虽然听不懂 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几个菜啊 喝成这个样子 输了不可笑 但是你打肿脸冲胖子 就是你的不对了 林大人 你是不是站错了地方 太子传造过中城石黄图这个奇迹 老夫相信太子还能传造第二个 嗯 你是不是会让老夫失望的吧 气氛都轰突到这儿了 我李兰廷要再做不出点事 就对不起林大人的抬爱 和淳于丞相送的粪桶 续张声势 我又不是被吓打的 我的好丞相啊 真打你的24K太和亲狗眼 看好了 本在子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小翠子 干得不错 今晚给你夹鸡腿 各位父老乡亲 由于粪桶当道 即日起本太子销烤宣布 不再出摊 新增外卖点餐业务 外卖点餐 外卖点餐 没听说过 真的假的 就是你想吃什么 就给我们下订单 我们的外卖小哥 会准时送到您的餐桌上 哎呦 真的假的 能有这么好的事 大家还等什么 心动不如行动 动动你们尊贵的手指头 抓紧下单呐 怎么洗都是一股臭味 太子 你就别折腾了 淳于淳相 你劝我不要折腾 你看我现在折腾的怎么样 人呐只要有口气 他就得折腾了 这万一折腾成了呢 对不对 淳于淳相你慢走啊 这步子卖的太大 小心扯了袋呀 老夫子把老骨头也来卷一下 太子 我们也想卷 是啊 有劳了几位大人 我李兰廷会证明 追随我 是你们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一次选择 哎呀 为了相反设计了 为了黎明百姓 那咱们就一起吧 来来 要是我爹爹还活着 一定会做同样的选择吧 米兰廷 我们终究还是要成为敌人 可是我独眼不想这样啊 燕子 你一个人唠唠叨叨的说什么呢 没没什么 穆姐姐 我心里变得好慢 我明白你心中所想 血海深仇 不是那么容易说忘就忘了 太子他不像传世中的那么荒唐残暴 相反 他很有才华 为救助百姓 淡金竭利 这么年轻 白头发都有了好几根 我爹爹就是希望太子能这么贤民 可我独孤家 却灭在了太子的手里 一边是大义 一边是家仇 什么人都是错 燕子 不要逼自己 也不要着急做决定 至少给太子一点时间 天下的百姓现在都需要他 如果独孤大人还在世的话 也会希望你这么选的 穆姐姐 做太子的女人是不是很幸福呀 嘿 你说这些话修不修 你要想知道答案 自己亲口尝一尝 要是那么一天 然后沙里南亭 然后先成为她的女人 皇后今晚设宴 请太子一人参加 大晚上的 皇后一个女流之辈 邀请太子喝酒 她只让太子一个人去 市里面肯定有猫腻 太子有呢 皇后娘娘只让太子一个人进去 其他人在外面等候 这 放心吧 燕子 我会多加小心的 虽然她不是我亲妈 但毕竟我要喊她一声母后 还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那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老妖婆不是什么好人 知道了 今天要是结束得早 我带你去看星象 母后 为什么只有儿成一人 我的皇兄皇帝呢 他们马上就到 来 先坐下 陪办公喝一堆 这儿还是你亲自酿的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再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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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藥 皇后 你在酒里下药 那是自然 要不然你怎么能中我的技呢 你这叫 聪明反贝 聪明物 宇兰婷 今晚一定不能有事 你还欠我一条小命 这是什么毒 这可不是什么毒 这是荷欢伞 一个可以让男人凶猛 女人放大 宿尽雨水之欢 归房之乐的 高皇后 你说我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平日里 你端庄淑雅 没想到居然是这种女人 居然还对我下春药 你想 你缠我的身子 我能理解 其实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 那你说 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 你先别动 我有点忍不住 我住在不宜 多难受哎 呃 好 好 救命啊 太子叫我老师 你不敢动 救命 皇上 太子色胆包天 给你戴了个大绿帽子 我 我张起来去捉鸡 哎 哎 北楠就有人了 北楠就有人了 哎呦 我娘娘 我一人就加來遲還忘書墜啊 小月月 完了 我會請請請請不上我再了啊 啊 黃雨月 你不給我一個牽肆啊 不是你想的那樣 皇后 快遇一看就知道了 啊 快點呀皇上聽結果呀 皇上皇后娘娘有國有明 導致素孽難媚 九百九十 换场蚩梦之症 老夫开几副药 皇后暗方服药 不日便可痊愈 真是难为皇后了 来呀 把朕的十全金丹 赏赐给皇后 皇后 皇后 慕姐姐 快来 太子她撑不住了 太子不是去皇后那儿赴宴了吗 高皇后给太子下了和欢算 你就是太子的人了 太子就拜托你了 你也去吧 太子 你别这样 太子你去 别别别 太子 太子 你别装了 太子 不要这样 太子 别装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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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 你去好好恋爱他们吧 你就好好恋爱他们吧 那会儿 要好 要好好恋爱她们吧 哎呀 参见太子 不知道为什么 昨天去皇后那边喝了一杯啤酒 后面的事什么都不记得 就像是送了一场春梦 我这醒来腰子都疼 最近身体是太虚 得去烤几双腰子 这个春梦里有小翠 还有思琪小姐姐 还有 你别说 好了好了不说了 我一会去外卖店看看 最近感觉你们都累得很啊 这大老远看 两腿都发软走不直 一会儿你们就不用陪我了 我先走了 叶子 陈一月和皇后昨晚没有得逞 一定不死心 我们不能让太子落单 从今日起 我们轮流天身保护太子 好 我先去 小王啊 给本太子来两双腰的 本太子最近腰疼得实在不行 好嘞 昨晚这个死太子让本宫丑态白出 本宫定会给他点颜色强强 杀了他 闹事杀人 这样不好 很容易让他们回到咱们头发 怕什么 天塌下来有本宫帮你们顶着 我只要让他死啊 你们是谁 我到这下来 叫我一乃 啊 是哈 你又没事 我第二个穿越到狗太子地毯铁市场 认识了三位红员之气 一起为百姓们做了那么多事 想前世那么窝囊 这辈子也算是吃 啊嗯 啊 啊 李南通你没受伤吧 都挺没事 他心里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验子 生死关头啥过瓶子 你们敢刺杀本 小心老子把你们腰子给烤了 老师交代是谁派你来的 也不是陈玉 陈玉玉 这就是你跟本宫说的死事啊 死事死事 真是一个都没活下来 全死了 女父 千算万算 就算漏了一个 我没想到太子妃居然是个高手 你放心 我下次一定都计算在内 并不会让那狗太子再讨厌 怎么会是这样 你放心 我下次一定都计算在内 并不会让那狗太子再讨厌 嗯 下次 我们还有下次吗 这次已经打草精神 太子身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哪还有机会啊 岳叔啊 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我 我很快就能做到那件事了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 光明正大的 在一起 在一起了 哎 哎呦 丞相和皇后平时对我李兰亭 颇有照顾啊 尤其是丞相 这还带火了我们的拳头产品 丞相 鼠头鸭脖 这简直是当朝的大网红啊 小崔 上菜 来嘞 这是给你们的广告代言费 当时锤鱼老平和皇后的表情 净得是太解析了 随得美事当服役大白 干杯 哎 哦 哦 再来 干杯 干杯 嗯 嗯 梁婷 梁婷 穆姐姐 思琪 李兰亭 你一定没想到吧 这个跟你一日夜厮守 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出生入死的太子妃 你是她的面门仇人 她一直想杀你 她一直下不去手 如今 她成为你的女人 已经无可救药得爱上了你 李二狗啊李二狗我让你撞他了 倒是听到了燕子的真情话 我看你怎么说着 李兰亭这狗太子被人沾边的事 是一点都不敢 可把我李二狗害我了 我一个烧狗 我快要走上人生电风了 我还不想死啊 也许 今天是她杀你的唯一机会 时间越久 她越不忍心 越杀不了你 燕子 对付出了 我还没活够呢 我只能伤你的心 太子 太子 有个人想见你 谁 谁 我卖了那么多烧烤 今天我要享受享受 本太子今天 谁也不见 此人你非见不可 谁这么大排场 本太子还非见不可 玩儿啊 赚的排场 够不够啊 够够够够够够够 付黄琴 你这不是要 独到成仙了吗 怎么还有空 来我府上 儿啊 真怕不是要得到成仙 是要 给阎王爷做女婿啊 这父皇说的事 这仙丹 有人动手脚 想要慢慢 徒子 顾王 您 说 是丞相知识我干的 我哪里是什么天师 我不过是街头一个变戏法的 皇上想要练仙丹 成生不老 丞相就偷其所好 让我假扮天师 给了我一张丹方 要为皇上练丹药啊 这仙丹说白了就是化学反应 里面有很多的有害物质 所以才导致父皇 这一脸的黑中戴青 你什么时候良心发现了 前几日丞相忽然换了一张丹方 出于小心 微臣给老鼠服下了丹药 这老鼠两腿一灯 一谬五五 为神虽不是好人 但也有自己的底线 所以又决定 揭发春月 儿啊 真错了 真 错下了春于月 这差点 咱们父子两个就再也见不大了 你不是唐燕 你是独孤燕 是独孤长明的女儿 你是来刺杀太子的 对不对 父皇 其实儿臣一直知道 他不是唐燕 恳请父皇 不要干预我们的事 你 你早知道 为什么还要保我 我可是要取你性命啊 因为你是我李兰晴的女儿 只要你一天还是 我就一天护你周全 你是唐燕也罢 独孤燕也罢 没有关系 朕不是来兴师问罪的 朕是来认错的 你仲有春于老贼 我爱监望高贵夫 只求自己 那段名字聊天 确实该是 独孤长明 曾经给朕上了一个秘折 说春于月要谋缓 他正在寻找证据 可是当时朕偏偏就不肯相信 还把秘折给了春于月 这之后啊 才有了监国太子下旨 独孤长明全家被灭门的惨剧 真错了 简直是离谱的娘亲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太子非请慢 当时太子虽然坚固 但他去了我国 被我国的女子弥柱勒不思索 是春于月 假接太子的免疫下了指 林大人 你跟太子是一伙的 怎么信你 军师我国是卫教大使 在红鲁士中就有记载 要是太子非不信 可以把相关的记录 拿来一看片子 来来 把红鲁士的记录拿过来 原来红鲁老贼才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赌屋烟真是太傻了 不去找真正的仇人报仇 却一直跟着你这个替死鬼 燕子 你也不必自责 要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会相遇 这也是一种缘分 儿啊 你救救朕 要是春于月见到朕没有梗屁 他还会另外想办法再弑君的呀 父皇 那我们就给春于老贼 唱一场大戏 开始 撞翻了我的外卖 裴鞋你不要想走 你分明是他本姑娘长得好看 想占我便宜放开我 不然我可就喊人了 你喊呀喊 喂 你就是太子烧烤外卖小哥是吧 怎么样 你不要占着太子微信 就在这胡作非文 就是赶紧搜手 不然我就曝光了 乖呀 裴鞋敢敢在丞相我们前大声吊哗 老兽型吃皮霜嫌命长了吧 丞相大人 你一定要去我们做主啊 你快看啊 就是就是 丞相大人我跟你说 他想借我的便宜 丞相大人 可不是这样 这就是我卖箱 他做饭的 得裴鞋 卖到明明就是他 丞相你可别听他瞎说 就是你 丞丞相大人 就是他抓败到我的外面相大 是他在家说 胡说赔钱 我不赔 赔钱 我不赔 赔钱 我不赔 赔钱 你这个无奈 赔钱 你这个漂亮 你个朋友哭 你这样人不这么闹 你才不会把闹 你个世界 安静啊 我不降临 嗯 难道是我忘了锁门 年龄大了 进行都不好了 我还蛮好多个师妹 是偶尔云月的罪证 想多了 谁说不如 燕子 你怎么还骂人呢 你身上有东西顶得我好难受 赶紧坐上身上起来 那只怪燕子太美了 干这个气氛 太美了 我刚刚打了个冷铲 差点就走得汗了 老呗 你怎么还说 再说我就不理你了 别说 我 还想当皇帝 这淳于老贼长得丑 心里倒想得挺美啊 这个就是爹爹一直在找寻的东西 有了这个 我们独孤家终于可以成员得雪 爹爹呀 你在九泉下 终于可以瞑目了 可是丞相府守卫森严 我们也就带走一两件 走 找叛皇叔带进军围了丞相府 不不懂 我因为进军中有成员老贼的耳目 那我们就打草惊蛇了 叶子 这里有一份成员老贼党羽的名单 有了他 我们就可以轻松拿捏他 皇上 不用先单了 皇上 不 大事不好了 皇上龙一边前 前世啊 皇上驾崩的事情 你可千万不要伸张 我这就给淳于丑相 和皇后娘娘报信 皇上您行行 您最爱的御书来陪您打坐了 小月月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 你做皇上 我做你的皇后 这天下呀 就是咱们的了 哈哈哈哈 我全是一样活了八万贝 和长四头院 我万岁万岁万岁 皇上皇后娘娘 孩子被蓝天 又该怎么做 我和其余个白兵 杀尽太厄谷 就像朕当年 独孤长明一家灭门一样 世恩之道 没有好下场 哈哈 狗太子 全校和皇后拼麻戴孝的 这是家里有刀伤 李兰庭 大货零头了 还以兴致吃烧烤 奉天纯运皇帝赵曰 前太子李兰庭 荒淫无道 誓军犯上 毒杀南科帝 雷无缺 南科帝对太子阴谋 早就冻若关火 牛下善未诏书 传位于朕 前太子李兰庭 罪大恶极 现将其滅满门 以告慰南科帝 在天之宁 亲此 好啊纯运老子 你又拿对付我们独孤家那一套 还对付太子了 皇上 别跟他们贫罪了 弄死他们 等一下 你个老龄 给我父皇披麻代孝 你还不配 还有你 做皇后的应该母于天下 贤良苏德 你最一天天的像一个八旗的母 摇着尾巴让淳于月上 就你还配做皇后 淳于月 以兰庭当众羞辱我 我要让你弄死他 还愣着干什么 罗兆多了 你们想造反 马尸汇在哪里 管好你的兵马 住手 住手 孩子 小姨 你找的是他们吧 这次着命 我们的契案 在朋友院手里 不得不听懂他们的命令 李无庸 这是先皇的遗址 先帝是被李兰庭害死的 皇位也是先帝善让于我的 你跟先帝守足情深 就应该诛杀李兰庭 八皇爷 应该站在我这边 八皇帝 玉叔知道你对我有意思 如果你要站在我们这边来 玉叔可以让你得上所愿 太子 你的后手赶紧拿出来 看见没有 美神剂都用 这王 还是心动 你不要 来嘛 大王爷 你可别当冤大头啊 太子 你别玩了 以后手就赶紧露出来吧 皇 皇上 皇兄 八弟辛苦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不可能还活着 父皇 为了让淳于院上当 您受罪了 要不是太子提前布局 就像已经成了冤死鬼 蓝天啊 你是监国太子 这二人 交给你出去 陈玉岳 高义叔 陷害忠良 弑君谋逆 陈玉岳 零尺三千刀 高义叔 打入冷宫 同犯 暗罪论处 独孤一家 满门忠烈 冤暗平反 奴孤朝鸣 封一等 忠一博 你开始 继续见你了 你要怎么信我 你终于醒了 你终于醒了 哼 燕子